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三個字就是倒營頂 好了,講一下市的情況 今天市相對沒什麼波幅 高開之後反復,升過下又跌過下 全日跌幅不多,16點,收入25664點 成交928億,今天早段升過下 多得物股,以至內房股普遍做好 其中這隻石藥再升3%,又破近期的頂 只不過科技股比較一般,好像日水升,跌2.4% 加上中移動又弱一點,令到市就由升,轉回跌 全日跌十幾點 好了,提前提過,今天的市,其實全日波幅不夠200點 沒有什麼方向 單看今天的即時表現,好像不明顯,後市的走勢 但看回其他因素,基本面、技術面 後市可能是偏遠,偏遠得來就未必要大跌 起碼是未必要大跌 為什麼是偏遠呢?一方面從機構面看 昨天美股大升 昨天美股大升 原因是特朗普說中國打電話給美國方面要求再次談判 又說中國副總理劉鶴說要冷靜處理 因為覺得中國很想達成協議,對中美達成協議 突然覺得樂觀 這樣的消息一傳出來,美國方面立即做好 但跟著出來的消息,美國做完之後 跟著出來的消息,就未必不像特朗普所說 起碼中國外交部,並未證實曾經打電話給美國 跟他們要求,說要談 換言之,昨天支持美股大升的利益因素 其實未必是真的 現在外界一般說法是羅生門 是羅生門還是特朗普又作故事呢? 大家要評論一下 總結來說,這個消息初步看未必證實到 換言之,這個利好作用,大家要打疑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才提到,中移動弱弱的 今天跌1.5%,成為市場回落其中一個動力 原因就是,有美國的兩位參議員發信 要求美國政府相關的退休金或養老金 撤出中國的股票投資方面 某些中國企業支持中國軍方 要求他們不要投資股票 消息一出,大家顧知然 對於有關的股票已經覺得有點怕怕 所以,中國移動被視為有關的股票 所以,今日中移動的走勢是跑輸大市 1.5%大市就好笑而已 有關股票已經跌了 與此同時,大家進一步聯想到 或者,貿易戰會否成為金融戰 因為要求不要投資中國的某些股票 所以大家有這樣的聯想 當然是離譚一點 第三個因素,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大行又出來發功暢談 今次發功暢談,美國方面 其中一個就是野村 野村說預期 之前預期過一次,現在重新的預期 預期在8月底之前,美股會大跌 大跌的程度呢 大跌的程度去形容為 跟雷曼兄弟當年大跌的情況 是有得相比的 雷曼式下跌 或者雷曼式崩盤的預期 有這樣的預言 大家固然會令市場市提高警覺 畢竟還幾天,突然間真的不幸被他嚴重 這就大件事 第二個,大摩出來說 現在其實美國已經衰退開始了 並不是聯儲局所說的一個中期的情況 而是衰退已經開始了 一個聯儲局的說法是錯的 美國經濟已經衰退 又說美股會狂射 對市場氣氛當然不太帥 加上用技術面來說 恆生指數自己本身 都是出現弱了地走勢 看到綠色箭咀指著什麼事呢 就是這幾天的這五天 這五天的陰陽燭 是形成一個所謂的倒營頂 倒營頂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之前的交易 這個裂口上升 這段價位沒有成交 到這日裂口下跌 這段價位又是沒有成交的 這裂沒有成交 這形成一個好像 兩邊都空框框 沒有什麼 這個就像倒一樣 四面橫海一樣 就叫做倒營頂 倒營頂是偏弱的 所以恆生指數衝上去 就看怕有些阻力 加上二十天線 就已經在這裏越壓越低 以及前浪底的阻力 這條紫色線 這個前浪底阻力亦是比較近 換言之 再衝上壓的動力 可能就會受制於倒營頂 二十天線以至前浪底的阻力 所以偏遠一點的可能性是這樣 但與此同時 雖然偏遠 但會不會暴卸未來這幾天 初步看風險不算太高 因為有幾方面的因素 都是支持著恆生指數 低位可能有些承接 一方面就是上證指數 看到了 今天其實全球股市普普通通 沒有特別表現 但上證指數威衰 升1.幾% 以及穿下降軌 走勢是英俊的 原因應該與 MSCI抗融有關 27日至今日 收市後正式開始 換言之 資金 應該不少資金 隨著MSCI抗融 增加A股的因子 就會流入A股 A股上升 對香港的中資股 一定會有少許推動作用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 今週已經到八月尾了 八月相當難捱 難捱難捱都很幸運 快到尾了 結算 在職 估計到這個水平 大家都未必會再有很多大動作 推高或推低 恒新之數 今週可能 一個窄幅上 一個牛皮 至少低位上 資金頂一頂 不讓它暴射 很有作詐的努力 第三個因素就是 其實最近的市 雖然很弱 但內地資金 之北水 持續淨流入廣股 只是這兩天 今週的頭兩天 都是出現淨流入 昨天市大跌 有五十多億淨流入 今天市再遠 但也有三十多億淨流入 顯示 北水對這個水平的港股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有些蠢蠢欲動 甚至食指大動 在這種情況之下 恒新之數 剛才所說 雖然受到島嶺頂 一系列的基本因素 就制約升幅 未必能夠大升 但如果大跌 或是報社 又因著 剛才所說的三個因素 特別是北水的因素 支持著 就未必會大跌 所以很有可能 在這個集幅上落 就完成了這幾天 特別是結算之前的情況 好 時間關係跟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